三峽 三峽 三峽千万不能上 这是一故中国水利专家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曼李 在重病昏迷中仍难难呼出的遗言 他曾六次写信 向中共时任党魁的江泽民和总理李鹏反映 从地质 环境 生态 军事株方面 痛陈三峽工程的危害 他预警了三峽水库叙税后 卵石淤塞重庆 四川水患 以及浩大的工程开销 和必将两城获患的移民安置等等 他在信中痛陈 长江三峽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 四条巨川排泄着 青石型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 在水库蓄水后 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 上沿抬高洪水位 淹没田地 那里水源丰富 生活着一亿多人口 缺少的正式耕地 凡是这样的地貌 绝不可拦合筑坝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 卵石加沙随水而下 将堵塞重庆港 将近北备随着惨遭洪灾 酿成数十万人烟壁的惨剧 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年 安康寒水骤涨21米 烟壁全城人民的洪灾 最终被迫炸壩 而两岸直壁百米 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 还需船运出峡 向下游开矿之地倾倒 航运将中断一两年 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黄万里从地质、环境、生态、军事株方面 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 以此而论 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并预言 三峡高坝若修建 终将被迫炸掉 他临终还哀言 三峡最终要以炸坝收场 黄万里还曾经说 将来一定要在凤杰的白地城 放四座铁巷 三男一女 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着 向三峡请罪 向长江请罪 向子孙后代请罪 这四位 依此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 水利电力部部长 钱正英、陆又梅及张光豆 2009年三峡枢纽工程完工之后 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8年 重庆部分市区均被洪水淹没 水位均超过20年一遇洪水位 2020年 长江三峡大坝上下游洪灾泛滥 中国多个地区最近已连续27天 发出暴雨预警 6月22号 岐江流域重庆段 出现了1940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6月27号 由于洪水迅猛 三峡大坝、葛州坝 一起放水泄洪 导致坝下第一城 宜昌石被水淹 宜昌这座城市变成汪洋 中国暴雨成灾 26省泡在水中 三峡大坝不但防洪无效 反倒加重了下游城市的灾情 6月29号 遭泄露的一份中共红头文件 曝光当局未爆三峡大坝 要求28号开始全力泄洪 6月29号 官方才首次公开称 三峡大坝于6月29号上午 开启泄洪旧坝 以每秒3.47万立方米排水 长江下游本身的降雨量 已经让当地民众疲于应付 洪老灾害已经造成了 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而中共却在此时 要求三峡加大泄洪亮 这等于是雪上加霜 人命在中共严厉算什么呢 如果三峡大坝没了 那中共的颜面何在 政权的稳定 也受到严重的威胁 所以当局宁可多死人 也不能让面子和权力受损 看似天灾 其实劫是人祸 所以黄万里在病重昏迷中 仍念念不忘的喃喃呼出 三峡千万不能上 中国人都知道大雨治水 大雨充分利用水流特性 顺势而为 疏通河道 拓宽峡口 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入海 终于治理了黄河流域的水患 大雨治水的要诀是 疏而不读 中共信奉人定盛天 号召人们占天斗地 改造自然 到处堵河建坝 与中华传统背道而驰 究其实质 是对大自然的暴力革命 三峡工程被称为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专案 其实是中共对大自然实施暴政 亵渎神明 狂妄自大的 自中共1949年当政以来 发生了三年大饥荒 大链钢铁 亩产万斤等 各类不顾自然规律的人祸 最终让中国大地 恶嫖遍业 三反 五反 文化大革命 六四屠杀大学生 再到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强推国安法 大量抓捕港人 中共迫害死大批中国人 引发天怒 人怨 中共的罪恶必将受到天前 当您加入中共的共产党 共青团 或者是少先队时 共产党让您向他发誓 为党牺牲生命 奋斗一生 当上天降下大瘟疫 大洪水等天灾 来清算中共罪恶的时候 您的誓言就将兑现 唯一自救的办法 就是在海外的退党网站上 声名三退 用真名 小名 化名退 都有效 退出中共邪恶犯罪组织 做拥有未来的 中国人